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正式宣布參加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 他的參選記者會以贏回香港為主題 出席支持或未來幫助選戰的包括前報政司鍾日傑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主席林貝月嘉 新聞黨副主席田北辰 海洋公園前主席聖志文 財華社集團主席盧玉宜等重量級政商界人馬 葉劉淑儀在競選宣言說 香港社會經歷前所未有的撕裂和分化 她希望帶領香港邁向更好的未來決定參選 近年來香港經歷了政改方案的被否決 79天的佔中 以及最近立法會宣誓的風波 香港的社會是史無前例禁、撕裂、分化 行政立法關係對立 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不和、不和諧 甚至有分離思想、港獨的思維、資深 香港對外的形象下滑 凡此種種都令我們很憂心 我覺得我要站出來 為香港做更多事 帶領香港賣去更美好的未來 在這個關鍵時刻 我決定要參選 葉劉淑儀的政綱涉及九大範疇 其中解決土地房屋問題是下屆政府的首要工作 葉劉淑儀提出要檢視賣地機制 避免使用刺激樓價的方式出售土地 政改方面葉劉淑儀提出 根據人大831決定做基礎 重啟政改並履行憲制責任 為基本法23條立法 現代電視記者梁海恩、劉雅文、李斯文報導 為基本法23條立法 現代電視記者梁海恩、劉雅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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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